欢迎大家来到洋兄咕咕店 就让我来带大家一起去聊时事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又回到了洋兄咕咕店的Podcast 耶 真的是非常高兴又能在Podcast上跟大家见面啦 不知道各位的周末过得好不好呢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有一个消息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真的在想着 要不要办一场分享会呢 因为如果大家都知道 我是在剑桥大学读着博士课程的嘛 然后我其实是有这个意愿的 想跟大家分享如何申请剑桥啊 包括全额奖学金给马来西亚的同学 甚至来讲在剑桥的生活故事 还有就是比较特别的这个好康呢 就是究竟读与政治相关的科系呢 有没有前途 我在思考着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呢 如果你家里有孩子啊 有孙子还是有亲戚朋友呢 有兴趣想要听更多关于这方面的消息的话呢 我有在想着能不能在PJ啦 在我回剑桥之前办这场 线下的活动跟我的粉丝朋友们的见个面 如果你是有兴趣这一方面的活动呢 请在我的频道下面打一个111哦 其实我也是很期待啦 跟大家见个面了 所以如果你是有兴趣的 请给我一个支持 就打个111哦 之后我再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办法去办这个线下的活动 应该是会在9月尾啊 所以大家请敬请期待 更多的详情哦 当然回到今天的Copy店的菜单好不好 也就是我们Quadcast一路来都会有的这个部分啦 嗯 当然我们谈一下这一周发生过的三个重点时事 我再来跟大家一一分析哦 究竟这些时事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证据呢 好 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Copy店的菜单 第一个我们会谈的当然就是演唱会风波啦 如果大家有看杨兄最近的影片都知道杨兄真是身受释放的攻击 说其实杨兄还没有搞清楚状态就发表言论 甚至来讲有人说办演唱会友商风化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办演唱会吗 这一点我也跟大家会去讨论 并且做我的澄清 第二点当然讨论就是 伊斯兰党就向巫统召召手 就是说邀请巫统 能不能考虑重新一起合作 回到以前全民共识的年代这个可能性 我们也会讨论一下究竟他的用意是什么 然后他能不能成功呢 当然最后一点我们会谈的课题 就是今天GST的实行 各位也知道 早前马华总会长魏家祥也提出这个建议 希望政府在2024年财政预算案重新纳入GST的考量 究竟这个时间点是不是适合的时机 然后几时才是适合的时机呢 我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好不好 好 我们就来今天的直接第一个主题吧 各位也就是说今天团结政府在这个星期 闹的一个最大的事情 也就是大学演唱会指南风波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来龙去脉 也就是一开始呢 其实我们的高等教育部 他就有推出了一个叫做大学演唱会指南 这个指南就讲了很多管制大学演唱会事宜的 就包括说男女要分开做啊 男女女艺人好像是不可以戴项链啊 还有男不能扮女装女不能扮男装 还有包括这个演唱会的歌手不能跟观众互动啊 还有包括穿着指定啊 其实这一套指南是蛮全面的 我看了整个内容啊 而且这个指南呢 其实已经陆续的分发到了各大抓专院校啊才会引起 这样的报道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啦就引起了社会的反扑就是说哎 政府你是不是在向保守势力低头哎政府你是不是说今天啊 把我们这些开明的选票就不当成一回事了呢 所以大家就开始有一点点紧张的这个情绪尤其是在华社这里啊 所以在第二天啊其实高教部长就立刻的出来做一个澄清 讲说其实这个指南啊我是还没有批准的啊 所以大家请不要惊慌我们悠转了好不好 悠转 这个时候啦其实我的看法是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悠转的解释呢 其实还有就是这样类似的事件哦 有些人讲这是一个单一事件但是我讲这怎么可能是单一事件 从周选前到周选后还有北部的TikTok事件啊 我已经重复强调了几次这个事件好像有一个趋势就是政府 都有这一方面向保守势力妥协的这个趋势呢 已经有制定了很多限制啦想要推动这个保守议程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来到我们今天这个博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三点 关于这个演唱会指南啊究竟我们能不能接受政府所讲的悠转的这个说法呢 你又能不能去相信呢 第一点就是他们讲的是小拿破仑对不对 小拿破仑没有经过政府同意就把这个信寄出去啦 这一点你接不接受政府的讲法 对我来讲我还是心存之一的 原因是为什么 我在之前呢直播就跟大家讲了嘛 就是首先我们在部门里面作为一名曾经在啊 部门里服务过的一位啊 同仁呢 我是相信今天如果你的官阶没有那么高是中阶或者低阶的话 你是没有这个权利啊去完成这个指南的制定并且 并且啊重点是把这个信寄出去给大专院校的 你想一下哦 这个信寄出去啦你必须用的是谁的名义 谁签这个名也必须是一定程度的高官在政府里面签下有这个名才可以寄出去给大专院校嘛 如果是一个随便一个普通官员签个名就寄出去给大专院校让你想一下 大专院校可能也不会相信你这封信啊 换句话讲这个事件也就不会慢慢的散播开来引起社会的反弹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问这几个问题就是 这个小拿破仑是小拿破仑呢还是大拿破仑呢 啊这个人的关节甚至来讲在政府里面的这个职位是不是高到一种程度能够让这件事情呢 啊把这封信寄出去 这个我就教给大家去想了一下好不好 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各位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我认为啦 可能政府本身这只是我的猜测 已经有想要试一试水文 也就是说这个部长或者是讲这个 呃政府团队啊有人其实已经开始在想着哦 哦我们现在要争取保守选票的话 我们来推出看一下这个大学演唱会指南看能不能争取到一些选票啦 在未来可能就希望赢得一些明星啊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社会的反扑没有那么大的话哦 我就觉得好我就推出去 如果社会这个时候反扑的话也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哦哎呀我就讲 一个借口啦就讲哦可能是因为 指正上面沟通错误啊还是因为小拿破仑这个事件啊啊 啊所以我就暂时的就把这个事情快点收回来 因为大家都反扑嘛 所以这个时候哦我就觉得这样子就不好了啦 团队政府如果你是想试水文的话 你叫我们当年支持你的 这些开明选民情何以堪呢 因为我们就是不喜欢 国盟那一套保守主义 侵蚀到我们的生活范围 我们的这种文化习俗嘛 对不对 包括半演唱会的这个课题呢 其实我是认为说 今天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维持他开明的态度就是说 我们今天还可以办演唱会 但是其实演唱会本身在校园啊 已经有了很多限制啊有校规啊 还有学生的行为准则都需要准所收 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敏感的 明白 不同民族之间的生活习惯 不同宗教需要尊重的地方 才还有校方也会决定云不允许这个演唱会办 不需要多此一举再办一个什么的 大学演唱会指南啊 这个当然是我的看法 所以如果你讲你要试水文的话 这样子我就会非常心寒啊 就是说你 就是动不动就试一下 动不动不试一下啊 我觉得 我们这些选票 你感觉是没有重视啊 但是如果你讲是小拿破仑的话 如果大家接受你的讲法 这一次我希望是你这一次 然后我也希望说 如果你讲是小拿破仑 在从中作梗 我也希望你能够将他 揪出来 起码要有一个问责的制度在那里啊 不然的话你想一下 如果有这样的小拿破仑呢 在里面啊 让个政府政策 啊 第一点是传达错误的讯息 第二点就是 让个政府政策没有办法很好的实施的话 你讲一下 这样的政府怎么能够 让人民幸福呢 对不对 所以 我希望政府在这第二点也要非常的注意 第三点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政府的这个 保守倾向啊 如果真的是 不只是这个部门里面已经有人在这样子 blend了 也不只是小拿破仑的问题的话 这样子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也就是政府本身 都有保守议程想要推动了的 其实我有看到一些端倪 但是我还是不敢确定 因为 你想一下哦 每一次想推出保守议程的这个政府 我只能想问你们一句话 就是 我们这些开明选民 是真正支持你的 对不对 我们推动你上去就希望说 今天你能够为民服务嘛 让我们的经济能够蓬勃发展 能够更加专注经济议题 让人民能够温饱 在这一次周选啊 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周选 民怨 就是在这个生活费议题上 通货膨胀 以前呢 20块 有一位渔民跟我讲 以前可以吃上两餐 现在 可能连一餐温饱 佛哈的家人 都有一点困难 所以这个时候我比较希望的是政府 比较专注于的是经济议题 与其想 专注在这些可能对我来讲没有那么急迫性的这些科题上面的 而且 你可能会落到一个两头不到案的情况 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 你想要竞争保守 可是你又保守不过这个国盟的话 你自然不会拿到他们的选票 另外一方面 因为你的开明选民投给你票的这些人呢 看到你的这些动作有一点心寒的时候 他们以后就考虑不把票投给你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也相信这个绝对不是今天团结政府 的初衷 我也不相信他想流失掉这个选票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把球丢回去给 在超的执政者了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 重新的再去考虑你们目前的方向 就是说 周旋已经过了 最艰难的时刻也过了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呢 把自己的这个专注力放在经济议题上了 真正的就是 把 你们能够做的呢 回馈给我们人民 真正的为民服务 对不对 这个我也是比较希望政府能够回来 专注的地方 与其讲谈一些 演唱会指南风波啊 谈一些 TikTok演唱会的事件啊 还有这些保守议程 因为 这样子说 词汇是 两头不断 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 演唱会整个大学的风波 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 很多人讲 洋雄 政府已经 又转了 也就是我这几天 大家有一些 人就攻击我说 政府都已经 又转了 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子评论 还有为什么你要那么苛刻 我只能讲的是 狼来了 喊多了 我是很难接受 而且政府有一个前科 就是已经跟大家讲了几次 小拿破仑在作怪 我也不否认 制度改革需要时间 但是 如果一而再再而三 有这种事情 发生的时候 你告诉我 谁还会在 相信政府呢 我也希望 这是就一次政府能够 用小拿破仑做借口 希望你们真的是 不要再重复 这样的借口 因为未来 他们 我们人民 可能就不会相信了 对不对 我也是 我的初衷 也是希望政府 能够做得更好 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对不对 我是跟你站在同样的立场 我再次强调 因为 我对政府也没有讲很苛刻 该称赞的时候 我就称赞 没有称赞的时候 我就批评 而且是提供有 建设性的批评 对不对 如果大家有看我影片的时候 都能够了解到我的初衷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放下 恶意的批评 跟我一起有建设性的讨论 史诗议题 我相信这样子才更健康的 公民社会讨论 好不好 好 这就来到了第2个议题 我就想跟大家前前谈一下 就是Sanussi 最近讲了一些 非常神奇的话 就是说 如果 阿摩萨西 的 不选择跟 伊斯兰党合作 他的政治前途 可能就完蛋了 还有之前 伊党的 领袖 也有提出过 考虑重新跟 巫统合作的 这个倡议 我在想 其实 或许 罪一翁之翼 不再久 这个时候 Sanussi提出这个建议 跟他以前 一直骂巫统的 这些论述 其实是相反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 他们却会提出 这样的论述呢 我觉得 有两点 我可以跟大家去讨论 第一点 也就是 绿巢的 局限性 各位也知道 虽然讲 这次的周选 我们很多评论 告诉大家 绿巢来袭 绿巢来袭 的确我们也在周旋看到了 绿巢拿下很多地方 更不用讲 吉达 吉兰丹 跟邓家楼 他们基本上是很少 超级多议席 在邓家楼是100%胜利的 在 然而被打破了 三分之二 希盟的优势 在深美兰中 也从零 变成六 所以这些地方都已经 有很多的 成功的时候 我是觉得绿巢的确来袭 但是 它的局限性是 我们就是看到 希盟宝座的 三桌里面 团结政府的 也就是 希盟加上巫统的 这一个组合 你有没有发现到 在很多议席上 都是惊险过关的 包括在深美兰 尤其在深美兰 跟雪兰 很多议席都是因为 巫统的票 虽然讲 没有完完全全 过道去希盟 有75% 有一个数据 投给了国盟 这剩下的 25%的选票 大概在那里 加上希盟的开明 还有非穆斯林选票 都保住了希盟 很多的 州议席 所以这个时候 我感觉 这只是我猜测 沙路西心中 就有个痛 就是 我就插那 最后一里路 我就可能 可以横扫 这几个 更多的 州议席了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把我的 绿巢势力 继续发展下去了 可是就偏偏的 倒在了这个团结政府 formula里面 这个时候 如果我能够 说服 巫统的一些领袖 趁是跳槽过来的话 或许 我可以拿到的 我猜测他的目的 就是 拿到南部的州属 因为在南部 还包括巫统 执政的州属 就是这个 柔佛州也好 还是 彭亨州也好 这些我相信 是他想吃掉的 以后 就是要包围 形成一个包围 希盟在中央 还有在槟城的 趋势 以后再来一绝高下 这是我想的目的 第二点就是 我相信 他也看到了巫统里面 有些人不满 阿玛撒希的身影 怎么说呢 各位也知道 这些巫统领袖 包括党高支部 开放竞选 包括阿玛撒希 就是 开除或者 冻结一些巫统 所谓的 开关营号 开明派的 党员 或者的领袖 还有就是 巫统跟行动党合作 让到很多 巫统 基层的人是很不满的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在 当朝的 政府里面的巫统 有很多领袖 其实有这种不满的 声音 包括 如果大家还记得 巫统的一个领袖 现在已经被冻结党 也甚至提 要重新跟 伊斯兰党合作 所以 我想 撒乌希 可能要采取的是 离间计 只要今天 巫统里面有人动了 甚至来讲到最后 能够影响到巫统 巫统推出团结政府的话 这样子 可能 也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目的 就是促成 中央变天 这是我对 伊斯兰党 抛出橄榄枝 给巫统的 这个想法 他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你觉得会成功吗 我觉得不会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巫统现在在团结政府 是老二 掌握 乡区及发展部 还有重要的部门 外交部 当然 还有包括 这几个部门 你想想 在巫统里面是有 政治资源的 这些资源 是帮助他们 如果要重振 巫统精神 我相信 尤其是保住现在 巫统的影响力的话 他们是需要跟团结政府 在一起的 不然的话 你想想 如果 我们换一个小处想 他跳去了 国盟那里的话 他会成为老二吗 他可能就成为老三 而且 伊斯兰党 现在要抢了 根本就是巫统的 这个选票吗 你过去那里 就代表说 更多人相信巫统 其实 你就是投给 国盟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巫统领袖 应该不会拿到 那么多重要的职务 甚至来讲 很多周一席 或者国一席 因为他跟土团 或者伊斯兰党 重叠的时候 他可以拿到的 政治资源 就会更加少 你觉得巫统会过去吗 这样子 对于巫统来讲 在这生死存亡之战 我相信他们的领袖 也明白 过去那里 只是加速他的成轮而已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 可能性大不大 我觉得不大 因为 这对巫统来讲 他比较像是会被伊斯兰党囤兵 有些人讲 杨雄 为什么你不可以看回去 以前 他们做全民共事的时候 他们不是一起合作吗 我讲 情况不一样 在全民共事合作的时候 各位不要忘记 那时候巫统还是很强势的 反对党 还有伊斯兰党 那时候是弱过巫统 现在是巫统 处于弱势 伊斯兰党处于最巅峰的时候 你告诉我 这时候过去对巫统有什么好处 所以在整个事件里面 我也跟大家分析了 其实伊斯兰党抛出橄榄子的动机 还有它的可能性多大 我也讲不大 不知道今天大家对于 伊斯兰党抛出的橄榄子 就是怎么想的呢 你认为巫统会不会过去呢 如果你觉得巫统会过去 跟我们合作的话 你就打一个2好不好 打一个2 如果你觉得不会的话 又打一个3哦 打一个3 好 这样这个话题 我就聊到这里 我们就来谈一下 最后一个课题吧 也就是 马华总会讲 魏家祥呢 提出一个建议 就是说 希望政府在来临的 2024年财政预算案 重新纳入GST的考量 这个时候啦 我就想分两个层面 去跟大家做一个讨论 第一点就是 这个时机推出GST 适不适合我们的国家 第二点的讨论就是 如果现在不适合 那几时才适合 我的立场很简单 理论上来说 我是赞同GST 因为在政府能够 只要你有消费 任何消费 你都会被课成GST 这样对我们的国家来讲 就会课很多税务呢 政府就可以收回来 进到我们的国库 我是很赞同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你讲 你现在提出GST 其实可能会造成的是 民怨沸腾 各位不要忘记哦 以前啊 其实纳吉时代推出GST的时候 后来西蒙又在上台促成 第一次改朝换代的时候呢 又推SST这些过程里面 第一次纳吉上台的时候 商家趁势起了一轮价格 第二次的时候 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又换回SST的时候 商家又趁势起了一轮价格 那个时候呢 这个转换哦 带来的就是两次通货膨胀 让到人民啊 到最后承受的 就是那个通货膨胀之苦 这个事情啊 人们都还没有忘记 虽然讲GST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对国家好的 但是很多人 因为这个转来转去 因为政客 没有真正以国家 利益错而出发点 而是以政党各自的 利益错而出发点的时候 玩弄这个课题 导致了大家对GST 就很反感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了 这个SST的时代哦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印象哦 各位想一下 换到了今天啊 大家还刚刚经历过 这个疫情的打击 还有就是我们也从世界 这个经济打击中 慢慢康复过来的时候 在周旋 我们看到就是民怨沸腾嘛 吵到最凶的一个课题 就是通货膨胀 生活费问题 这个时候 你在重新施加GST的时候 我觉得你会不会再影响 让人民更加不满 团结政府呢 你想一下 这个生活费问题 没解决 政府有很多事件哦 都没有办法控制好手 你贸然推出GST 你是不是在想着 慢慢你的选票 会不会就对你失望之后 就干脆不投给你的 这个时候啦 对政府来讲 根本就是弄 会达到弄巧反错之一啦 最重要是什么 如果中美贸易战持续 尤其是明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话 各位试想想看哦 如果经济出现小萧条 你推出GST 对马来西亚不是双重打击吗 甚至来讲 本来我们要恢复了 可是因为你推出了这个GST 很多商家又要做出 行政上的调整 会计系统的改变 人事上又要因为一些 繁文乳节的改变呢 带来更多成本手 如果他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又是受害了 是我们人民的 对不对 所以在我的意见看来啦 这一两三年呢 其实GST是不适合在我国实行的 那什么时候实行是最好的呢 我倒是觉得下一届大选 下一届政府执政 当局势慢慢稳定下来的时候 我们国家开始从经济萧条 慢慢恢复过来 还有人民开始有钱 回到繁荣一点点的时候 政府可以考虑重新推出GST 而且重新推出的时候啦 可能这个比例不要那么高 可能3%4%先慢慢做 慢慢再推广下去 我觉得循序渐进是一个好的策略 而且这个实际上 我觉得应该要慢慢去做 而预速则不达 这个事情是挤不来的 所以针对马华总会想提出的 现在2024年的财政预算案 就要重新实施GST的看法了 我是不赞同的啦 我也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事件 什么想的 你认为在这个时候推行GST 是不是一个适当的时候 还是你赞同我的论述 就是说暂时我们先放在一边 先稳定当前的经济 先稳定我们的民心 再来讨论GST的实施 可能也就是到了 下一届政府执政的时候 再来看这个课题 不知道你是支持 马华的论述 还是我的论述 我也欢迎大家啦 自由的 有建设性的在我的留言区 发表你的看法 我真的也是很有兴趣 想听一下你怎么想好不好 好 这期的Copitian Podcast 也就来到了尾声啦 所以如果你是有兴趣来参加 比如我也在Planning这班 这一个分享会的话呢 或者你有亲戚朋友啊 想要到英国留学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啊 表达出你的看法 并且打111哦 如果你就有兴趣的 办来参加我这个现效活动啦 如果是没有兴趣也没有关系 就给我一些鼓励的话也可以啦 因为我最近遭受各方的 这一个烹饪呢 其实也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啊 真的 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啦 我相信我的频道 也不会做到今天啦 对不对 我也希望我的频道 杨雄Kopitian能够茁壮成长 今天我来到了9600个粉丝 我真的是非常开心 我也希望啊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一起破1万粉丝 好不好啊 然后杨雄 我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啦 那我的Planning Podcast 也就来到了尾声 我们下期再会了 祝大家身体健康 事事顺心 我们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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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